你覺得跟17歲這個女生 這個發生性關係是錯的嗎 跟17歲女生發生性關係 那要看你本身是幾歲啊 20歲了可以嗎 我是建議盡量避免啦 你多等真的喜歡的話 你等一下嘛 等到人家18歲也可以啊對不對 真的有喜歡的話 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好 今天有一個17歲 就如同那個黃子嘉那師姐 他說他長得很漂亮 嗯 他今天如果要跟我發生關係的話 他願意的話 那我忍不住 我只會這樣跟你講 或者是他今天如果說 他長得很漂亮 我會有意識的想要去跟他上床 我有那個心語 來我跟你說 這很簡單 如果今天真的發生一個 有17歲好漂亮的女生 想跟你發生關係 你不知道怎麼處理的話 你現在有我的line你打給我 我幫你輔導 好不好 好那苗宇人我想問你 苗宇人 嘿嘿嘿 阿那 我想問你一件事情啊 那個因為我現在正結點在於說 因為我講一件事情啊 那受到了很多批判 就是我想說 因為我想說我 我會想 因為我會想 不要講那麼難聽啊 就是我會想跟 17歲的高中女生性愛 那你覺得這樣有問題嗎 我覺得可能有很多女生聽到會覺得 心理很不舒坦 我老實跟你講 是 對尤其是17歲高中女生 很多人聽到更覺得天啊 所以以後避免在公眾場合這樣講好不好 你怎麼想 這是你的事情 你大腦裡的事情別人都管不著 但以後就避免這樣講 因為我們公眾人物有一份社會責任 是 嗯 對啊 好不好 可是 難以遠 因為我跟講一件事情就是 來你講 因為現在商案也退光了 所以我也沒關係 那我直接跟你講一件事情是 我想可是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是錯的對不對 蛤 哪一件事情 我說你覺得 你覺得跟17歲 這個女生 這個發生性關係是錯的嗎 跟17歲女生發生性關係 那要看你本身是幾歲啊 20歲的可以嗎 我是建議盡量避免啦 你多等 真的喜歡的話 你等一下嘛 等到人家18歲也可以啊 對不對 真的喜歡的話 哦 好不好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 因為我聽苗玉元 沒有我都你意思啦 可是因為 苗玉元你也知道 因為我講話比較直一點 可是 然後我也講說我的心裡話 就是我今天 我就是講的 我今天很明白的跟你講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有一個17歲 就如同那個 黃子佳那十年 他說他長得很漂亮 嗯 他今天如果要跟我發生關係的話 他願意的話 那我忍不住 我只要這樣跟你講 或者是 他今天如果說 他長得很漂亮 我會有意識的想要去跟他上床 我有那個心語 來我跟你說 這很簡單 如果今天真的發生一個有17歲好漂亮女生 想跟你發生關係 你不知道怎麼處理的話 你現在有我的line你打給我 我幫你輔導 好不好 等到18歲嘛 等發生了再來煩惱 好不好 等到18歲嘛 現在暫且沒這個狀況嘛 哦對現在沒有 對啊 那你幹嘛煩惱這種事情對不對 我 因為有網友問我 我也只能老實跟他講啊 因為我不可能說 我不可能說 我就是假設 網友問你 你就要好好的跟他回答 雖然我知道說你節目很有效果 可是我覺得做效果也有一點社會責任 對不對 你可以做正面的效果嘛 你現在暫時沒有工商 可是如果你說你好好的誠懇的對不對 散發一點正能量 搞不好之後 煞大家對你改觀啊 不是 可是我不希望大家真的有改觀 我希望我展現真實的我 所以 等一下來 阿航 真實的你當中一定有包含溫暖善良的面向嘛 要哦 對啊 那你就展現真實的你啊 為什麼你都不展現溫暖善良的面向呢 對不對 不是因為網友問我 我只能老實回答他們 我只能老實回答他們 我不想說謊 那你 因為我有網友問我 然後我回答他 然後他給我一個反證 他說 所以統神你18歲才會產生性慾 你17歲又364天你不會產生性慾 我真的沒辦法說謊 我只能說 產生性慾跟真的去做 又是兩回事嘛 對不對 對啊 我只產生性慾而已啊 對啊 那這兩回事嘛 沒問題啊 那我怎麼會被罵那麼慘 不是你會被罵那麼慘 不是因為你產生性慾 你會被罵那麼慘 是因為你這幾段話有講錯好不好 就是這中間這幾段話有講錯的地方 人家批評你嘛 那 有的時候 這個 吃燒餅又掉芝麻了對不對 你 每天當直播主講有沒有多話 講錯了 老老實實跟大家道個歉對不對 說啊這真的錯了以後會改 那你就刷啊 對不對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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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